那你今天是不是要先付付手 可以先付了吗 临时记者会侯友宜先轻松一下 接着马上切入重点 今天中午 柯文哲主席 有人打一个电话给我 因为他说 有人告诉他 南白要不要谈一谈 直指柯文哲喊着要再谈 侯友宜抛出新笔法 请专家学者们 再把所有的民调 全部摊开来检视 包括给民众党 暂时搁置了三份媒体民调 然后这九份民调 在整个公开检视的过程当中 全程直播 把被剔除了那三份 重新拉回来比 要柯再找一个专家 二对二公平 输了愿意当复首 只要民调专家说 我有你输啊 你怎么不对你输 我当复的我的认 没有问题 我呼吁我的支持者 比民调比试人家 我有你当复的 输爱人都啦 不过统计误差到底是要算几% 民调的评判的标准还是正负1.5还是正负3 这个统计协有他的协理的标准 就按统计协的协理的标准来做 按标准就是正负3% 只是柯振营狂喊着国民党要求让6% 用舆论烟雾弹把选民带入云雾里 这点让侯不能忍 不是民众党让国民党 而是双方各退一步 我们退让不再坚持政党实力 这是彼此达成的协议 蓝白最后一局侯友宜摊牌全缩了 让柯文哲不得不先底牌